我对高枪神院里的神秘充满了好奇 当每次遇见这种古建筑的时候 就想进去看一看 下面就跟随我的镜头 咱们看一看这座财主院里 究竟是什么样子 大家好,我是山静游 我现在的位置在山西平遥的岳中村 山西的商人成是最善理财 而且是最富有的人 如今昔日的富商已经消失了 但是他们的豪宅却留了下来 像这些豪宅除了建筑精美 华丽舒适之外 突出的特点就是高枪神院 讲究防御性 如同一座坚固的城堡 也在述说着当年经商发达 长盛的历史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 大门直接代表着主人的身份 俗话常说 门第观念就来源于此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砖设的门洞上头 挂有一副匾额 上面书写 肯兼德三字 肯意味胆大心细 直言不讳 仅以肯读 简 勤俭克己 人前人后 言行一致 谨慎才是节俭的美德 希望心意能永远保持不变 用现在的话来理解 就是不忘初心 这座清代的柴主院 坐北朝南 是一个三进院 二进院的门楼已经踏毁 可以看到左右两边的响瓦 搭建成的精美的图案 这种图案我也是第一次见到 也就不能理解它的寓意 好了 我们现在进这个二进院里再看一下 看看三进院的门楼保存的怎么样 可以看到这个三进院的门楼 也是完全踏毁了 左边的厢房还是保存的不错 属于窑洞式建筑 整个院落最精美 最有价值的砖雕 都已经看不到了 我们只能靠自己的想象 三进院里的东西厢房都保存的还是可以 我们目前都踩的 都踩了 在什么年代踩的 最近就是在 其实八十年代在踩的 那是踩了没多长时间 这些门楼都是 都是那个年代踩的 这种房子都应该是后期加盖的 尽管这座院落呀 早已经年久失修 杂乱不堪 墙面和地面的结构呢 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仍然能够从这一砖一瓦中 看出这处宅院的昔日的不凡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一年底追寻 多少字笔可悟 相仇是一碗树 相仇是一杯酒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